特朗普对我国20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进一步增加关税后 吵吵嚷嚷制裁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等我国的全球顶级企业 要断掉芯片、技术支持 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引来的美国的虎视眈眈 面对美国挑起的争端 我们不怕 有不少专家表示我国可以使用稀土作为一张小王牌反制美国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稀土的应用 没有稀土就要跟现在的生活说拜拜 元素周期表记忆犹新 前20个元素至今滚瓜烂熟 而稀土是17种元素的统称 其中包括蓝系的15个元素和抗 以两种元素 一般把蓝、是、普、女、婆、山 有称为清稀土 巴嘎、特、滴、火、耳、丢、易、鲁 已称为重稀土 它有许多外号 工业黄金、工业卫金、工业维生素 这从侧面可以反映出稀土的价值的应用的广泛性 稀土资源在军事、冶金、石油化工、玻璃陶瓷、新材料 诸多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稀土是军工核心 几乎所有高科技武器的核心部位都需要稀土 在空军武器装备中 地女特有属于飞机上常用的五种稀土金属元素 借助其高强度、高耐用性 良好的隔热能力可用于飞机的热胀涂层、机身制造、发动机重要配件等 如在美军的F-22战机上 机体和发动机都大量采用了稀土来元素 以满足超音速巡航对机身坚固性的高要求 精准制导系统则主要是用了扇、骨等磁性材料 例如美国爱国者导弹的制导系统就使用了大约3公斤的扇骨磁体和鱼铁棚磁 体用于电子数聚焦 因此才能精确拦截来袭导弹 陆军以坦克的火控瞄准系统为例 美国的MEA-2坦克装备了使用以元素的激光测距仪 测距距离远超一般坦克 能够在战场上做到先敌发现和开火 如在海湾战争中 MEA-2坦克测距距离为4000米 而伊拉克的T-72坦克测距距离只能达到2000米 同时 美军坦克还装备了含有蓝元素的夜视仪 即使黑夜也与白天无异 海军武器装备中 来元素可以用于制造极高航速和较大潜深的合金潜艇 如苏联的阿尔法吉泰合金潜艇 航速可达40节 下潜深度可达600米 鱼雷也难以发挥作用 工业方面 在磁性 光纤通信 助氢能源 超导 激光等领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磁性 一些稀土元素电子轨道是单电子 所以可以在磁性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如永磁材料 铝铁棚磁体 山铁弹磁体可用于计算机 风电 节能家电领域 独特的光谱特性 稀土三基色 银光粉是节能灯的基础 生活中常见的白光LED灯和液晶 背光CCFL也要用到稀土元素 储氢 其中代表是OANU 相比于其他储氢材料 易活化 平衡压力适中 稀放氢平衡压差小 可以应用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家电领域 催化剂 石油烈化 高分子聚合 小分子处理 简单说就是炼油 生产橡胶等工业支柱行业都离不开稀土元素 稀土还在材料改性 高端抛光 热工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稀土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没有稀土 我们将告别航天发射 全球炼油系统也将停工 电视 光纤 数码相机也都要跟人类说拜拜 不好意思连发微信也不行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